洛杉矶花市人几人提早迎接周末的母亲节 有民众特别来到这里批发鲜花 准备卖给附近的邻居 有人脑筋动得快率先到花市抢购 不过今年想要买花送给妈妈 美国的消费者可能得先看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深 羊毛出在羊身上受到近几年疫情 加上近期美国高通膨 从南美洲各地种植的便宜花朵 送到美国价格整个翻倍 但撇除昂贵的玫瑰花 对于美国这一家人 今年的母亲节恐怕是意义非凡 因为眼前的一切太不真实 天上掉下来的新房绝对是这位妈妈母亲节最好的礼物 而这是美式足球传奇四封位 Kurt Werner和太太的基金会所展开盖房子计划 Kurt Werner的妻子以前曾经是担心妈妈 更有一名双眼看不见的小孩 两人藉由自身过往经历要以基金会的力量 帮助更多生活有困难的人 TVBS新闻 中不倒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